今天我們來到這個烘焙板 我是要做這個麵包 看到這邊這麼多麵包 但是我們不是要做麵包 今天要來做一個特別的東西 這個特別的東西是什麼呢 在前面這個 我們要來烤腰果 新鮮的腰果 那這個腰果的產地呢 事實上不是台灣的 台灣也沒有產腰果 所以這個腰果的產地 聽說是從泰國進來的 那這個一包大概 一公斤多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兒烤完後其實 應該還會扣掉水分 所以只剩下 就這樣 好像八百左右吧 我們來試試看 那旁邊呢 這是我們的號碼 所以我們待會兒呢 就會把 這一包 直接噴上去 那我們用的這個烤箱呢 因為這個烤箱是剛剛我們烤過麵包 我們用的是這個烤箱的余溫 根據呢 剛剛他跪來的時間 他說呢 我們烤的時候呢 用這個余溫其實還太高了 我們只要大概用150度 就可以烤 烤出來會比較OK一點 用這種慢火去烤 會讓我們的這個 烤出來的腰果 這個堅果呢 應該會更多 那接下來呢 就把這個 拆開了 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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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拿起來就不斷 那這個 我首先呢 要把它 先用個 均勻一點 待會烤出來會比較大量 據說 或者根據上次的經驗呢 這個 這個腰果的品質 是稍微好一點 據說還有更好的 可是這個一顆呢 比這個還大 大個50%以上 現在看到的這個還不算多大量 只是它的價格應該就比較貴 但是這次買的這一批呢 就剛好是這個 這個尺寸 那這個你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重尺寸 烤出來以後 不用加任何的東西 都非常的甜 這什麼概念呢 不用加任何的調味 就非常好吃了 好 接著我們就要露泥了 這個露泥呢 基本上 只需要 烤大概 可能15分鐘 或20分鐘左右 然後有上面一個顏色 就可以了 好 現在呢 我們又 多凹到一包 所以呢 一次可以 烤2公斤 可以烤 那個 一定要戴這個 手套 要換的話 還有一包 要換一包 要換一包 再加一包 它 要換一包 所以這裏面就是2公斤 而且這個 烤盤剛剛放進去一下下而已 有點燙 所以一定要 要再小包 15分钟 15分钟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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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們就稍微等待一下 啊這裡面這個烤箱的嗎 沒用過烤箱的 這個燈按下去 裡面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豆子真的烤 現在倒數 四十幾秒 我們放前面十五分鐘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能會 把裡面的這個腰部 然後稍微放一放 讓它翻一翻讓它可以均勻一點 先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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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套是必備的 不然 要是忘了 去碰它 好 再把這個腰部 先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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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 這個腰部 應該算也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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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就慢慢烤 到時候就慢慢烤了 很難抓 你要五分鐘 五分鐘看看 剛剛阿貴老師說 再五分鐘 因為接下來呢 怕烤過頭 所以 或是每一熟 都再五分鐘 所以 慢工不小 烤這個也是 一個 要花時間 主要是要讓它 翻個面 受熱會比較平均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鋪平 重新再燜 好 這樣就好了 然後再五分鐘 再五分鐘 再五分鐘 對 那我現在 好 好 對 這是第二次版面 第二次版面 所以我們會看到 好 這個裡面 好 這個也是挺有趣的 要有耐心 最後三分鐘就到了 這一點 這一點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有時候 如果你今天怕有沒有烘過頭 我們這個時候先拿出來 因為它有餘溫 它的餘溫會繼續加熱 因為它這一顆本身裡面是熱的 所以它還會繼續的慢慢的讓裡面熟 就跟我們在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家裡面做菜蒸蛋 你看起來有點很呆 裡面可能還是沒有很熟的時候 我們會關火蓋鍋蓋用燜的方式 這個一樣把它拿出來以後 它會餘溫去加熱 它會慢慢再上色 出來涼熱以後 我們可以拿一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你拿一個吃吃看 看它脆不脆 裡面如果還有一點滷滷 再拿來重新烘就好 沒有就可以吃了 避免過程 對對對 過程反而 我們比較技術不好的 我們就可以重複這樣做 因為每個人家裡面的烤箱 還是什麼的溫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來做就好 好 OK 好 可以 好 現在呢 看起來 上色比較漂亮 大概就是個顏色 金黃鞋 準備出爐吧 烤箱 不用關 轉歸零就好 好 算了 丟了 算了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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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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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味道 還有它的腥味 還有腿腎脂脂脂 這就是自己烘 堅穀 最健康 什麼都沒有加 會飄 沒關係 現在我們要來試一下 現在這個是2公斤的 到底烘完以後呢 剩下多少公分 現在呢 烘完以後 2公斤剩下 2000克剩下1895 所以少得大概 大概5% 大概100克 對啊 就等於5% 5%左右 一千少五十 大家好 你看我們這個烏梅工作室 除了可以教大家做麵包以外 也可以歡迎大家來做這個場地 如果你們喜歡自己烤 我就是高級也好 還是烤一些自己想要的產品 就可以來理解我們的產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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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